妳真的 這我感覺真的非常的良好 通常 狀況越多 老師救我 嗨大家好我是小倫 哈囉我是小巴老師 老師我跟你說 我看到今年網路上面非常流行 有一個叫 無眼影妝容 看起來超厲害的 所以妳會畫嗎 我覺得OK啦 我現在應該也害死了 妳真的 這我感覺真的非常良好 無眼影妝容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要收很多東西 這個眼影這個眼線 全部都藏得乾乾淨淨的 但是妳的眼睛變超大超漂亮的 但因為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決定今天就要來挑戰一下 這無眼影妝容 好 我們常見的幫我們準備了三個步驟 這三個步驟呢 是從網路上面蒐集的 我們今天就要照這三個步驟來完成 我好期待 老師妳的笑容讓我覺得很可怕耶 通常 東西越少 狀況越多 好啦我們先看第一步 第一步要幹嘛呢 棕色眼線筆畫上眼線 好 看起來蠻簡單的啊 這是最簡單的啊 但是因為畫眼線 通常都會有一些小技巧 來 先畫畫看 好好好 那妳知道為什麼要用 棕色的眼線嗎 我不知道耶 為什麼不是黑色的 黑色看起來比較兇嗎 因為棕色的色調呢 它會比較自然柔和一點 所以畫畫起來看起來 就像妳剛剛講 怎麼了 妳說要眼球是不是很正常啊 不過慢慢畫 待會兒我會教妳怎麼做 欸 怎麼暈開了啊 哪裡暈開了我可以看一下 很正常啊 這個腿腿的就是 對的 妳拿棉花棒修一下嘛 好 好 好 是不是看似很簡單 其實都有一些小技巧 可是第一副感覺就很簡單啊 妳畫完了 畫啊 這場不是看起來就是要 有畫跟沒畫一樣嗎 就是拆過就好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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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眼影妝容的意思就是說 妳畫了以後 可是沒有人看得出來 到底做了什麼手腳 妳現在是沒有畫 謝謝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步驟 好 棉花花啊 好 第二步 不管 第二步是 我纏陰影 用棉花棒暈開 好 妳試試看臥蠶在哪邊 看得到嗎 Garden 這 臥蠶應該是這邊吧 我看一下妳畫一個 怎麼變這樣 我看 對耶 她畫對了 臥蠶在這裡耶 妳再畫多一點點 好 看看 對 這個真的 好 哇 變黑 變黑影圈了啦 妳趕快拿棉花棒把它推開 好 妳可能兩隻才推得開 好 我要解釋一下臥蠶在哪邊 因為妳有時候畫太低的時候會變成眼袋 對 臥蠶跟眼袋他們兩個是姐妹 而且他們很煩都會分不清楚 所以眼袋太多 臥蠶在上面 當妳這樣笑的時候 它會堆出這個小肉球 這個地方叫做臥蠶 那眼袋在哪呢 眼袋在這邊 它是在這個區塊的地方 所以我們待會會教大家怎麼去 稍微處理一下 妳這個臥蠶我看一下 好像蠻強的齁 對啊 蠻厲害的 臥蠶好大喔 好啦 第三步是 棕色睫毛膏刷上下睫毛 要根根分明 注意要根根分明 好 妳加油 睫毛 我跟你講 我很常刷睫毛 妳是睫毛王嗎 對 可是其實我剛剛仔細看了小倫的睫毛 讓我很驚豔 就是說 她的睫毛非常的濃密 但是超級無敵短 她的睫毛夾放上去的時候 我看不到睫毛衝出去 在那個墊子的軟面 有嗎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我只看到了 有吧 好 來來來刷一下 根根分明 對 所以妳選擇的顏色是咖啡色的嗎 對 我選咖啡色 因為我覺得眼線筆跟睫毛應該要同顏色 好 我在畫亞洲女生 我比較喜歡用黑色 因為黑色的顏色 才是我們真正天然睫毛的顏色 妳知道畫下睫毛要先做一個什麼事情嗎 把人中壓出來 對 很好 這個頭真的不小齁 好了嗎 等一下喔 要沾到是不是 沾到也是很正常的 在乾之前的話 趕快拿棉花棒把它處理掉即可 這樣妳結束了嗎 這樣啊 結束了 我的無眼影妝容 Find goodness 她真的是沒有東西 老師救我 這個課題妳得到了一個無眼影的妝容了 妳的確做到了 我今天要好好教大家 什麼叫真的無眼影好不好 好 步驟第一個 先把眉毛處理起來就對了 因為小倫妳知道妳自己的眉毛很美嗎 很美啊 很敢講 好 但是呢 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它其實仔細看是有缺洞 對 自然的眉毛 第一個我們選擇的顏色是跟髮色要一模一樣 可以眉筆的顏色跟髮色走 然後呢 畫的時候啊 不是整個去畫它 而是去看這個洞洞的地方 例如說妳的眉峰這個地方缺一個洞 我就只在眉峰這個地方呢 點點點 點進去 那這樣的手法呢 比較能夠讓妳的眉毛看起來是很自然 可是它卻可以彌補我們剛剛那個凹槽啊 洞穴的地方 很輕盈的補 漂亮的地方妳千萬不要去理它 因為妳如果畫多了 就畫則天竹 然後我們再拿這個它的屁股呢 這樣輕輕的把它刷一刷 做出一點點的順美動作 這樣子 就可以完成第一個步驟叫做畫框 圖眼影畫法要把輪廓做好對不對 妳剛剛少做了一個步驟 其實我們要把輪廓做出來 就是眼凹要找到 眼凹呢其實是眼球的外框這個地方 這個叫眼凹 那因為小倫的眼睛有一點點是亞洲女生 就是泡泡腫腫的 它有一個好美的雙眼皮 可是上面呢很多居房 但是這個吃多吃少沒有關係 好不好 它是天生就是我的脂肪 所以那我今天帶來兩種呢 可以選擇的方法 一種是這一種 它是屬於那種高狀的 它特色是眼凹專用 打底專用 可是它是防水 那有一些女生比較乾的 眼皮很乾的有沒有 那我就會選擇粉狀的這種膚色的眼凹 非常適合亞洲女生可以來自己做 雖然叫做無眼影畫法 可是不代表是不畫眼影 而是畫出漂亮的輪廓感 不要被呼嚨的那個什麼三步驟 八個步驟 OK 好 其實它用法相當簡單 它只有一個步驟就是塗上去 塗到哪 就是眼睛的邊 那個眼球邊緣 這眼窩的地方都塗 塗完之後你就拿出手指頭這樣子 輕輕的推開 它就畫完了 非常簡單 自己看你的眼窩就出來了 欸對耶 是不是 來我們開始進入眼線了 可是你該怎麼選擇對的眼線的顏色 其實看你的睫毛濃度 那因為你是屬於有濃度的 但是很短 我剛剛錯過很短對不對 對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選擇這種 深咖啡色的顏色 那這種深咖啡色呢 它會讓我們的眼線的顏色 看起來是比較深邃一點點的 可是它看起來不會太黑 這樣好嗎 那畫的方式呢 就是要把你的睫毛翻起來之後呢 慢慢的點在睫毛的根部 因為眼線呢 它真正的工作是讓睫毛變多的 有欸 有對不對 好 但我們還有最後 就是尾巴拉 那尾巴要飛的時候呢 到底怎麼飛才是正確的 如果是以韓國這種 無眼影畫法的眼尾呢 它必須是很自然的 所以拜託不要怎麼樣 飛起來 它是平的 所以我平平的拉就好 平平的拉 然後你也不能這樣拉 你剛剛這樣拉有沒有 因為這樣拉完以後 你的腳已經拉歪了對不對 你畫完之後 就飛下去 沒有它會飛下去 因為你提太高了 阿畫多長啊 好 問得非常好 長度呢 基本上我是建議 0.5公分以內就好 0.5公分 不要超過0.5 因為超過0.5 然後我就會有點要飛走 所以你看一下你的眼睛已經長大了 有耶 有沒有 它看起來漂亮 老師你這是用眼線膠筆 基本上眼線筆是初學者最適合的 好不好 眼線膠筆也不錯啦 比較防水一點 好 好的 把睫毛刷上去 畫的時候啊 一定要在這個睫毛根部的地方 這樣把它撐上去 就是撐一下睫毛根部 在尾巴的地方呢 其實不要刷太多 不要往上飛 因為當你往上飛的時候 它就會脫長它 它就會讓你的睫毛變這樣 有點累掉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刷的時候呢 根部的地方 那拼了 一定要很用力的刷它 大概刷個三四次都沒有問題 可是尾巴的地方呢 千萬不要去刷它 不要刷太多 才能夠刷出這種根根分明的結構 有耶 有這樣齁 是不是要很黑 很黑之後就漂亮很多 然後往上看 那刷下睫毛的手法呢 都在睫毛根部的地方這樣 輕輕地左右揉一揉 把顏色沾上去即可 因為整個妝容 並不是要把它畫得太多 而是要藏好它 然後在這裡 輕輕地推掉 屑屑 好啦 好 最後呢 來畫臥蠶 好 你剛剛畫的臥蠶我覺得蠻精彩的 其實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你可以選擇打亮商品 先做第一步驟 把我的臥蠶變膨 稍微瞇一下眼睛 對的 瞇這個眼睛 臥蠶會衝出來 你瞇 有欸 有臥蠶對不對 你就瞇眼睛好往前看 所以臥蠶的部分啊 其實都是要貼著這個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後從眼頭這個地方快速地畫過來 然後慢慢地把它推開就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狀況 是我想要更明顯一些些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這種修容餅 你就用修容餅的顏色 然後沾一點點之後呢 點在這個睫毛根部的外圍 就是我的臥蠶的外區 所以輕輕帶帶 戴開 這樣就可以了 就會有臥蠶的感覺了 但是不要太多 太多很容易會弄腳沉著 我喜歡有一些好氣色 我今天帶來的是這種變色護唇膏 這個是大家最喜歡的 你就這樣子把它塗一塗 它就瞬間把你的氣色夾起來 還有一招我也覺得蠻好用的 這個是我們在紐約時裝之後 很常做的手法 用這個護唇膏 然後直接在這個這裡 直接塗 別怕 它也會讓你的氣色變得很好 好自然喔 然後它不會被發現說 你有畫腮紅 一直搞定兩用 就直接沾上去 我覺得蠻不錯的一手法 這樣子的整體呢 其實就差不多完成 可是你看到你的 B4F的兩邊 其實會有蠻大的護唇 這邊是一個樸實的女生 這邊的感覺呢 是比較亮眼的 因為其實無眼影的特色就是 沒有東西 但是你要畫出精神 太棒了 今天這個妝容 我覺得大家要學起來 那至於網路上的三步驟呢 我們就 Let it go 吧 喜歡今天小寶老師 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妝容呢 記得按讚訂閱好 開啟小鈴鐺囉 掰掰